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朋友好 非常非常歡迎今天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我知道今天最主要大部份的人是為了伊老師來的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給順求的理由 我們也必須要給順求的理由 老師呢他是老王創辦人 也要給予他一定的鼓勵 大家可以忽略我給我講 我們呢今天 今天的主題叫做為什麼上街頭 但是呢基本上是圍繞在這一本書而來的 那這是一本 他的書題就叫做為什麼上街頭 作者是大衛格雷伯 就是Greiber 他 他現在是盧督政經學院的 年內學的講座教授 那 他是在 2011年的時候 他基本上他參與了 有點意外的參與了 美國的佔領華爾街的運動 然後說呢也變成了所謂的精神領袖 做導師 然後思想的指導 指導自己的樣子 那 我們今天 基本上 就是要圍繞在這一個主題之上 有兩個完全不太一樣的脈絡 一個脈絡是順著 而 Greiber 他所開啟的 他認為 佔領華爾街運動 基本上 就是 基本上是一種對抗 美國的帝國主義 以及新自由主義 去相信 相信市場是萬能 然後 經濟永遠可以不斷的成長 然後 人類在追求的 基本上就是一種很簡單的經濟的生活 然後也相信 這世界如果全部都是自由市場的話 就唯有戰爭一切都非常美好的 這一類的想法 那 那 Greiber 他是把 佔領華爾街這個運動 是坐落在 這個反對美國 在 貼倡他們的生活方式 輸出整個美國的意識形態變生活方式 到全球 的這一個 其實從二四四位大戰之後的 這一個 脈絡 那 Greiber 是認為說 佔領華爾街是在對抗 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因為 這樣子的帝國主義行為 以及 親戚的生活 壓縮到的是 民主 認為說 這種 經濟化改 基本上已經是 對民主制度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 這本書 基本上是從 這個大的全球的 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 然後 以及討論 這個政治經濟體系 對於民主的影響 那我們今天 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請到兩位 都是這本書的寫序 以及規見者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 他們都寫了很精采的評述 那麼 然後 孫經理 基本上 會順著 Dellie Griffin 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從全球 整個美國的帝國主義 國際政治經濟的這個角度 然後 再來討論 對民主的什麼看法 這是如何影響到 人在追求民主 以及民主在這個政治經濟體系底下 到底能不能夠述唱的運作 然後 再從這個角度 來做一個類比 談佔領華爾街跟318學運運動 這兩者之間的脈絡 相似 以及不相似的地方 那麼 李老師呢 他會比較特別 今天呢 我們大家非常非常榮幸 可以請到李老師來這裡 他想要關切的主題 不是我們剛說的最大的框架 而是比較小的 在地的生活 個人的生活型態的影響 也就是說 民主 在李老師的定義底下 是一種生活方式 基本上是一種 最說自由 以及自己定位 的一種生活方式 那麼 這種生活方式 李老師也要帶領我們去思考 太陽花學運運動期間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以及個人而言 到底對我們有什麼多大的改變 以及集體的生活 有沒有可能造成很大的改變 甚至呢 太陽花運動 到底有沒有長期的 長期的影響的可能性 還是他只是談外線 過了就算 那這個運動 本身能不能夠 為台灣的整體的個人 以及幾個生活方式 會造成什麼樣的 不一樣的影響 所以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框架 從國際角度 全球的角度來看 也有李老師想要從個人的角度 個人的生活方式的影響 這樣的角度來看 今天肯定會是一場思念之旅 因為兩位所長的 一個從很大的框架下來 一個從個人如何因應 這整個 不管是太陽花運動 或者是全球 全球族主義的崛起 這樣子 不同的角度來做觀察 但是所有的焦點都是 聚焦戰 太陽花運動 基本上它到底 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實質性的內涵 好 李老師剛剛也遇到了 他今天基本上 也會做一點簡短的 個人的思想 以及生活的review 他會來告訴我們大家說 他自己個人對整個民族 以及他個人在社會上的一些看法 那先生呢 他有意味道說 這個 是有一點要 當作退出江湖最後的 一幕演 那我們非常非常期待 等一下老賽跟我們分享 但是呢 我們先請孫雄的記者 聽由他來為我們講 他如何看待這些事情 然後做為一個 接下來的討論的框架 那我們也先請 謝謝 請坐 請坐 坐這樣 坐 坐上沒有 坐上會講 喔 坐上會寫 好 這個 給他不許的 三達六十度 那邊 一達八十度看一下 我確定自己不會長相 大會報告一下 剛剛李老師說 要請讓講者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今天特別 就是講者要坐在這個寶座上講 好 坐上會有什麼好處 不然想問一下 因為我本來以為是 以書為核心頭的一個討論 但是 現在我有點沒有把握 我想請問一下 有知道這本書的記者嗎 知道這本書就不到一半 謝謝 看過這本書的記者 好 謝謝 這有點麻煩 那 那我再請問一下 318學運有到過現場 哇 好 謝謝 有記過一場 我覺得 好 謝謝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背景 知道大家 大家 對於我等一下要講的東西 大概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剛剛看到舉手的狀況 我覺得也超好心 就是David Graeber這本書 我到底花段時間要來介紹 不過我稍微的大概簡單的談一下 所以 David Graeber大概是 重要的文化學家 然後也是重要的文聖文主義的行動者 那 非常深度的參與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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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佔領華爾街的運動 不敢說他領導 因為 在佔領華爾街的運動 不能說有什麼領導 這樣子的東西 那 根本在這本書裡面 其實大概點出了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非常重要的脈絡 就是 所謂的全球正義行動 這個全球正義行動的脈絡是 這樣子 他大概最早提到的就是 1994年的 波西哥的查巴達文主席 那主要是針對 加入NAPTA 就是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進入到一個 自由貿易體系之後 東西哥的農民 跟 有住民的屬性 所進行一個反抗行動 然後接著呢 就連接到 1999年的西亞圖反WTO示威 那一次呢 會被 很多人稱為 獨立媒體人員 因為所有的 主流媒體都不對 佔領華科 對西亞圖反WTO運動 去報導 所以說 產生了獨立媒體 特別是美國的 印尼迪亞 印尼迪亞 這樣子的 整個一個傳播 那 他的主題也是 反對全球人資的貿易 跟他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這樣點東西 然後再來呢 就是拉到了 2009年之後 在全球開始 世界經濟危機 然後呢 全球開始 世界運動開始經營 各種各樣的減肢 或者是說 尊潔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全球的反尊潔 跟反潛之運動 這個東西呢 也跟全球的金融體系的發展 有非常一些的關係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間 其實大概 也像 譬如說 我們知道 我們會去花 就是 那個 2011年的時候 在聯尼迪亞 那 這些 有一些國家 因為 大概 這十幾二十年 包括埃及 整個新自由主義的發展 所造成的 國家裡面的貪污 因為 快速的私有化的過程 其實就產生了 國家把公眾的資源 直接讓步給私有資源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他們跟反民主 以及嚴重的貧富差距的現象 那 也就是說 Glober把這個脈絡 拉到了這個 所謂全球正面行動的脈絡裡面去 那 然後呢 占領華爾街運動 其實是發生在 他認為的 就是 整個 1994年 一直到今天 大概20年的時間 裡面 全球運動的這個脈絡裡面 那 在華爾街運動 有一個格外的意義 就是 他是在 所有問題的中心 也就是美國的華爾街運 那 問題指指 地球主義的發展 跟金融資格 指指 這樣子的 那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很清楚 有他的對象 有他的敵人 有他的問題意識 有他在全球裡面的脈絡 那麼 這是我覺得 他第一個 他在那個 書裡面提出來 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 但是呢 再來的話 我大概在 在那個導演 因為其實沒什麼 看過書 你可以亂想 在導演裡面 大概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也許今天 就是我剛剛問的第二個主題 就是所謂的 三一八學運 跟這個所謂 全球正義行動 或者是美國戰友華爾街運動之間的關係 其實可以做得很好 對 那我覺得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 有人把 大概特別是這個世紀以來 發生在全球 各地的 包括說什麼 花系列的革命 剛剛講摸葉花 剛剛大腸花上就算 花系列革命 然後 顏色革命 發生在東坡 跟阿拉伯世界裡面 這個革命 也搭到了一個 全球正義公開論 不過有些東西是可疑的 因為 其實美國大概 是一個 全世界最會襯亂出來 做一些事情的國家 那 也就是剛剛講 從1994年發展下來的 這個全球漫落 講起來好像是 美國帝國主義 跟美國的金融資本 霸權所造成的一種結果 可是美國非常會利用 利用機會 化為機為轉機 化為機為轉機 是什麼意思 因為大家都在外國 他也趁機來外 所以說 在世界各地 其實支持跟發動的 所謂的民主運動 那 這民主運動的人 他是有對象性的 專門挑他 不喜歡的對象 譬如說 我今天在阿拉伯世界 搞民主運動 我在利比亞島 給他配他 商老金商幾十年 這次做運動 有機會把他搞掉 在東坡 針對他最討厭的俄羅斯 然後 大英明說 他最討厭的那個 雷雷雷拉 開始去進行這個運動 其實在亞洲 當然很清楚 一個對象 就是中國 所以我們可以去 去看待說 今天有一個 全球生命行動的脈絡 但是另外有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稱為 這個全球生命行動的 反錯的脈絡 那如果說 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怎麼樣來去討論 三英大學運 不過我先把三英大學運 放到你的後面來討論 這邊先講到說 格倫伯為了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說 牽入了一個 第一個 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的核心關懷 因為剛剛談到說 格倫伯是無政府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者 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關懷 就是可謂民主的問題 第二個呢 是格倫伯很 利用他的人類學的方法 去考察了所謂 從原始部落到 非西方世界國家的民主體制 跟美國民主的關係 然後對美國民主體 出了一個很根本性的批判 因為他在書語年一開始就講 美國的這個體制 不是為了民主而存在 是為了鎮壓民主而存在 他在書語年其實一開始 就這樣子談這個問題 那也就是說 他要破解這個所謂的 民主的意識形態 他不只是美國 而且根本的批判的 所謂西方世界民主的 這個意識形態 他重新去談這些問題 因為呢 我剛剛談到了 求求正義行動的反作 其實就有很多地方 是講民主政治制度 以民主人權之名為例 發動 那美國也是選擇性格去支持 打擊他對象的 所謂的民主運動 那麼所以說格倫伯 需要花時間去移清 何謂民主的問題 那沒有看過書的人 可能沒有辦法掌握我 現在接下來談個東西 當然他在書裡面提到了很多 就是美國對於 特別是 佔領化一些運動的鎮壓 然後提到 美國的 反民主的意識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第一個 大家很觀察到 佔領化一些運動 裡面參與的黑人 非常的少 然後 David Greber本身也不是黑人 如果說 Greber是個黑人的話 他在批判美國的民主 絕對不會 只點到這個地方而已 我舉幾個例子 來探討 譬如說最近大家注意到 VSB的時候發生的 那個破格審事件 就是 特別裡面被點出一個議題 叫做黑人犯罪的議題 就是今天黑人犯罪受到 美國司法跟警察的帶遇 事實上 美國的黑人犯罪一直是 美國政府作為 鎮壓美國黑人的一個 非常 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系統 就在今年大概 三月的時候 美國黑暴黨的一個領袖 叫做Machel Conway Machel Conway 才剛剛出獄 他做了多少年的謠言 他做了44年了 然後 他被關進牠裡面的 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殺了一個美國警察 但是 這個東西 始終沒有被證明 這可能 被死的聯絡 或者是 司法人權的地方 也會比較有興趣 始終沒有被證明 那 也就是說 這個政治部 使得他做了44年 因為他被判 以幾乎的行蹤 三十幾歲 關到七十幾歲 沒有出來 但是問題是說 如果說以美國的觀點來看的話 這樣子給人 不叫做政治犯 因為好像 據說全世界被關 他最主要的政治犯 知道會當得 過了三十幾年 對不對 然後被關了44年 但是這樣的人 不會被認為政治犯 但是 其實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在美國特別是黑暴黨 黑人的政治領袖 被關起來 非常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殺人 而且殺人的警察 然後整件事情就是 搞得不清楚 沒有辦法調查 他實際上沒有 舉個例子來說 因為七八年的時候 貴神警方 逮捕了一個 黑暴黨下面的一個組織 叫做幕府的組織 叫做幕府的組織 逮捕了九個人 被稱為幕府帶 然後就是控訴他們 殺害一個美國的警察 然後他把九個人抓了之後 就把他們所謂的 殺害美國的警察 現場完全整個拆掉 一點證據都找不到 然後呢 接著就起訴了九個人 然後九個人就被關進了 聊天 然後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美國人一個叫做 阿布朱茂 其實他難有名的 因為他利用的媒體 一直不斷地在討論 有關美國黑人的權問題 跟這個 黑暴黨受到打壓的問題 然後一直揭露幕府的 這個案子的真相 後來呢 他也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被指控殺害一個美國警察 然後被判的死刑 一直到現在 他還在牢裡面 一直到現在 他還在牢裡面 然後更誇張的事情是 各位知道 黑暴黨 他們有一個主張 就是他認為說 在美國的社會裡面 黑人跟白人是不可能 真正的平等的 所以說黑暴黨有一個 終極的理想 就是要建立一個 黑人的 建立黑人的 那然後呢 他們有一些 實驗性的作法 就是幕府呢 建立了一個 黑人的社區 然後呢 在這個黑人的社區裡面 開始去經營自己的生活 開始 開始去實施自己的事務 或者什麼 不管美國政府 不管美國政府 採取什麼樣的手段 來對付黑人的社區呢 在1985年的5月 雷根這種 當時美國總統是 雷根 談到新自由主義的 具有代表性的 人物 他利用直升機 美國軍方的直升機 然後直接用 投彈的方式 把這個社區 炸為平地 在那次的轟炸中 造成了 六個大人 跟五個小孩子的死亡 跟65棟的網路全會 就是利用這樣子的 等於說是 進攻敵國的方式 去把木服的這個社區 給毀滅掉 事實上 我們在剛剛討論到的 歷史組 有時候的佛格森事件裡面 其實很多人注意到的 就是 美國在治安上面的 軍事化問題 也就是說 美國在開始鎮壓各種 特別是跟黑人 有關的民權力動的時候 開始大量的使用軍隊 也就是等於說是 形同戒嚴 今天我們講戒嚴 其實跟美國對待 黑人的這個手段來說 比如說講戒嚴 都還不足以形容 因為直接使用炸彈 去炸自己的人 然後把射軍炸的頻率 這樣一個的行為 所以其實我們會 會發現一件事情 美國很容易去塑造那個 歷史 譬如說在九一一事件之後 美國開始出現大量的 也就是所謂的 治安軍事化 大量的開始使用軍隊 要攻擊檢查 在對待一般手不寸的 抗爭者 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會覺得 這個是我認識的美國 我們可能會講一句話說 我們如果說 不再珍惜我們的民族 或者我們在美國的這個現象之後 都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 必須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民族 不然的話 有些人會墮不到美國這種程度 我剛剛所講的就是說 在書裡面其實提到 因為我剛剛提到說 佔領華爾軍運動 相當程度上面是 白人為主的參與 其實雖然美國政府的鎮壓 它遠遠不及 美國對黑人的鎮壓 那你會發現到 所以說他在這個地方 其實會談到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我剛剛提到 西方對於民族的畢視型態 第二個是美國自己 本身在民族的實踐上面 其實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然後Rember在書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美國運用這樣子的一個 提示去建立了一個 在百分之一 因為是百分之一對百分之九十九的 百分之一裡面的 對美國有左派跟右派 左派就是民主大 右派就是共和大 但是他們是百分之一裡面的 左派跟右派 完全跟百分之九十九的為關 美國藉此建立了這樣子的 美國體制 所以基本上 從他無政府主義的角度出發 他就會碰觸到一個問題 他根本不企圖去進行 其次那個改革 所以說 他完全放棄了 跟政府中任何的對話 你講說 這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訴求是什麼 沒有訴求 就是對這個 帝國主義體制 跟政府霸權的不爽 那我可以這樣做 他其實書裡面有一個還算蠻生動的例子 因為譬如說 他談到說 在全世界各地 特別在西方世界 我們都很流行一件事情 就是你只要有抗疫行動 第一件做的事情 看哪裡有麥當勞 先把砸了再說 這個是西方世界 很奇怪我在三一八學域那個 用麥當勞沒有被砸 沒有 看到哪裡有麥當勞 哪裡有肯德基 然後還是 還是星巴克 馬上通砸了 一口就有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 各位知道 這個砸店 砸麥當勞 砸肯德基達 星巴克這個行動 是誰先發起的 其實是印度的單地主義者 很有趣 印度單地主義者 主張的是 那個 非暴力抗爭 非武力抗爭 但是對他們來說 這個就是非武力抗爭 這個就是非武力抗爭 無論說非武力抗爭 是人家來打我 我才會反擊 不是喔 我今天是主動出擊 而且麥當勞其實跟這些事 好像沒什麼關係 然後把他砸了 砸了之後 這些單地主義者 就待在麥當勞裡面等 當警察來抓他 然後他會進入到 提示裡面去辯護 因為說 這件事情看起來 麥當勞沒什麼關係 為什麼要砸麥當勞 他就一講有什麼關係 從此把他的 這個弱數很多想出來 這個是 這個是他在 在甘利主義者的脈絡 但是呢 甘利主義者 對Grab這些 非政府主義者 覺得很頭痛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把電砸了 就跑了 他說什麼 你砸了 砸完了之後 就跑了 那你到底要砸麥當勞 幹嘛 所以甘利主義者 會質疑 非政府主義者 為什麼要砸電 這樣子的行動 但是Grab就說 我沒有要提醒數據 我也沒有想什麼關係 我其實本身就是在挑戰 今天這樣一個形式 所以說我把電砸了就好 是這樣的 人家居然覺得這樣 有一個例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哪有趣 然後呢 我現在再拉回來 我剛剛在前面 丟出來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怎麼看待 三一八學院 或者我們現場太 我實在很不喜歡叫它太陽花 太陽花 好奇怪 那個是被別人命名的 所以三一八學院 我們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到底我們能不能夠把它放在全球正義行動 邁入裡面 或者它是一個全球正義行動 反錯 或者是反抗 這樣子的各種形容 來去做討論 當然 先看三一八學院 我剛剛談到全球正義行動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對於全球自由貿易 一個新自由主義的 得也叫反抗 那麼三一八看起來 它的訴求好像是針對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也就是服務業貿易協定 這個東西在反抗 不過我發現 因為採訪的關係 我每次進到議場 有一次有跟對一個朋友說 你看一看議場裡面所有的物條 你就可以找出一條物條上面寫 反自由貿易 我看了一下 沒有 反自由貿易有點爭議 所以說要拿進去 那請問你再找另外一條 叫做反福號 你們非常驚訝的 發現議場的那種 反福號的物條 都沒有 只有要求民主程序 這樣子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們本來會以為三一八學院 是一場反福號 就算它不是反自由貿易 起碼是反福號的行動 可是告後面變成了一個 對於程序的要求 最後也結束在一個 程序的訴求上面 這個等一下可以去做一些討論 我現在先拉回來 這個事情 剛剛談到全球正義行動 其實它是有對象性的 這個對象 也就是美國地國屬立 跟它的金融霸權 因為其實我們 對於金融霸權的提出 其實我覺得 非常的難得 非常非常難得 因為金融資本 永遠都是等在 各位剛剛看到的各種各樣的 不管是環境的殺手 人權的殺手 還是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的東西 惡質資本家的背後 而且看不到它的惡質性 比如說剛剛講說 麥當勞 講肯德基 講西巴克 如果大家可以找它一些惡性列植出來 但這是誰把錢借給他們的 其實是金融資本 而且在現代 往往很多的同資行為 是金融資本發動的 我隨便講一個好了 例如大家講大巨蛋的地案 大巨蛋現在搞到這樣子 在這邊800多天 然後本來說是什麼 台北職棒 台灣職棒需要的一個場館 結果現在蓋出來 是職棒不能用 而且職棒也租不起來 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當年的小巨蛋 他蓋起來就是為什麼 為了要打籃球 結果他一年打不到市場籃球戰 變成了一個完全的商業設施 對於這樣的東西 那麼大巨蛋 為什麼會有這些錢呢 所有的錢 其實是照顧銀行 也帶借給他 然後那個時候就會有人說 跑去找個大巨蛋 哎呀那個遠熊真的很惡劣 你不要把錢借給他 我就有點懷疑 到底是遠熊是發動者 還是照通是發動者 都很難講 因為其實金融資本 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是足以影響產業資本 足以決定產業的發展 那麼但是問題是說 金融資本 永遠都是躲在背後門的 看能不能被抓出來 那麼在你華爾街運動 其實直接在華爾街 因為他做事情 你在踏步嗎 造成全球金融危機 所以說才有這樣機會 把金融資本 這個問題給做出來 回到台灣來看 台灣在反復貿易運動裡面 其實並沒有辦法 真正的去提出 自由貿易對自由貿易的評判 那麼如果說 但問題是說 即使是對於自由貿易的評判 這裏面剛剛講 還有一個點 就是在你華爾街運動 他的自由貿易 其實全是第二代進行 自從WGO 整個都把他推動下去之後 全是會把握出區域性的 自由經濟體系 然後產生出很多 跟美國這個體系對抗的國家 那麼到底這些國家 怎麼看待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總而言之 你反自由貿易 不見得是反對於美國 會主導的一個自由貿易 所以說 也不能夠把 反自由貿易這件事情 抽象化的來看待 就是說 反自由貿易就可以 放到這個權利貿易 或是其他的區域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把 包括自由 民主 人權 或者反自由貿易的 這些符號 給抽象化來看待 抽象化了之後 其實非常容易掉入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 在全球正義行動之後 美國就趁機來亂 我今天把這個對象取消 然後呢 我訴出一個抽象性的訴求 然後借機 就把美國所要的各種各樣的 革命 給捉到那個國家的國權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麼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大概很難去定性 台灣的318到底能不能放在 全球正義行動的難為問題 然後呢 再來看一件事情 如果最近 如果我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 黑島 在座為黑島青的朋友 介紹很清楚 講到 黑島青有些朋友 最近到日本去訪問 那 剛好碰到的 讓他們覺得好像很驚訝 因為我看了學文塑寫的 一些感情 我覺得那東西滿有意思的 對於黑島青 或者是對於台灣318 反不怕的這個運動 感興趣的 居然是日本的右翼團體 然後右翼團體的話 一講出來 其實就讓黑島青些層 聽起來很不舒服 但是為什麼 318所釋放出來的這個訊息 會讓 日本的右翼團體 而不是日本的左翼團體 對一些學歷術所感到上去 因為其實其中 釋放出一個非常重要的 訊號 就是 版中 那麼 版中的這個訊號呢 其實 一定程度上 就是我剛剛談到的 對於全球 全球正義行動的反錯 也就是對於 美國的敵人的打擊 特別是講 自由民主 甚至自由貿易 反自由貿易 這樣子的訴求 但是他針對的對象 是針對美國的平原 所以說呢 他看到 占一八 反服帽這個東西下來 結果出來的 反而是 全球正義行動的對手 也就是美國 或者是 日本右翼的朋友 會跑出來支持學歷 反而不是 美國或者是 日本左翼出來支持學歷 這個東西其實是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 我覺得這裡面 其實需要做很多的討論 跟理性 然後呢 最後 其實看到的就是 我剛剛談到說 三一八學院 最後落魅道的 應該是所謂的 進入到體制 也就是 程序性的訴求 這個部分 跟美國的政府主義者 特別是Glapper 所講出來的很多的精神 其實是他們的相反 也就是Glapper 所述出的是 我根本不接受這個體制 我不相信這個體制 所以說 當然他們實踐什麼東西 可能對他們來談的話 可能要重新的回去 回到團體裡面去做討論 因為他們也沒有提出什麼特別的訴求出來 那 特別是 最後我再回到一個事情 就是Glapper 也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對待民主的態度 對待民主的態度 不過先反省一下 台灣這邊 談到民主的這個名詞 大家有多論事 我自己有一個觀察 台灣所謂的民主 這件事情 慢慢的朝向兩個地方 在收容 這兩個概念 第一個叫做 本土化 本土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前途 我們自己要決定 譬如說 最近大家有提到說 考國中心的小說 台灣前途要由全中國人來決定 大家都做得送 也就是說 收容到一個形式 第二個東西呢 叫做西方化 也就是說 西方特別是美國為核心的民主政治 是好的政治 所以說 我們要仿效西方的政治 去建立我們的政治 用本土化和西方化 這兩個聽起來好像矛盾 其實放在一起 一點都沒有違和感 就是把台灣 要往西方拉 也就是說 當民主化跟西方化 這兩個東西 聯合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會產生了一個 脫亞入美 這樣子的情況 這個其實是 日本在 胡哲利幾年那個時代 在討論的問題 到底日本要 要成為一個亞洲國家 還是成為一個美 一個西方國家 這樣世界的一個議題 就造成了台灣 整個脫亞入美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意識形態 但是各位如果說 在去檢視這個 對於民主的信念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 民主它變成名詞了 變成一個 認同的對象 而不是一個 動詞 是在生活上 在政治上 實踐的一件事情 會變成這樣子 一個東西 那麼 這個造成一個什麼現象 我觀察到的 就是 黨外運動 碰上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特別從80年代 進入到90年代 李登輝開始訴諸本土化 他訴諸本土化之後 我們似乎就已經解決了 原本 在黨外到民進黨 成立初期 所提出來的 真正民主化內涵的問題 所謂自由主義的 一些理想的問題 碰到 就碰到這樣子一個問題 就撞牆了 因為 連民主黨群都看到 對呀 林登輝台灣人當總統 所以說 我已經完成了 所謂民主化 因為民主化跟 土化的概念 是頂部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以至於說 我們沒有辦法 很仔細的來思考 民主的發展 這個問題 這個東西 回到318學運 我認為說 如果說 我們從黨外運動 發展的這個 脈絡下面看 其實得要去問的 就是 在學運現場的人 講的是民主 那麼這個所謂的民主 指的是 認同 我剛剛所說的 本土化跟 西方化的一種 一種 一種 符號呢 或者是你真的 是認同 需要在你的生活裡面 在你的團體裡面 在你的政治裡面 去實現民主 變成這樣子一個問題 如果說 你這麼在意這件事情的話 就不會產生 318學運 其實讓人家覺得 我覺得有點遺憾的結果 David Gilbert 在這本書裡面 一定程度上面 是回應了一個批判 這個批判 這個批判是 1960年代 大家知道 1968年是 可以說是 人類最後還有夢想的時代 我一直這樣想 沒有 我是不是1968年出生的嗎 人類已經沒有夢想之後 才來到這個世界 1968年之後 其實1968年很重要的一個論述 那 那 後來有一個 有一個 運動的參與者 叫做 Fleeman 對於 這個 這個 不政府主義黑棋的 政治實踐 提出了一些批判 叫做 無價落報症 怎麼叫無價落報症 我今天在這個組織裡面 我就是覺得 不有的組織 不有NRT 有領導人 有他的科程 有他的發言人 這些東西 其實是不民主的 通通都被這些頭子 這些運動頭子決定 所以說呢 好的組織是沒有這個科程的 所以 Glaiber在書裡面叫做 水平式的組織 或者是垂直式的組織 那 他就還建立一個水平式的組織 但是呢 Fleeman在這邊批判的就是說 你這個水平式的組織 沒有科程 沒有他的領導 也就沒有一個 產生決策 跟最後決定的程序 失去了這個程序之後呢 變成怎麼樣 你今天一個運動 到一個現場佔領 佔領完之後 記者跑來了 一大堆媒體為止了說 欸 你們哪一個人出來 搶幾句話呢 你們接下來我們幹嘛 然後記者 然後就會 就會有人 給到有人出去 然後就有人出去 然後記者一問說 你們下一步要幹嘛 然後下一步 他其實也沒討論過 然後就說 我們要進攻 轉攻 打死不退 其實是他被記者講的 然後 後面群眾都不知道 變成是 少數決定的情況 比起垂直四路組織更加嚴重 環境裡面的寡頭的現象更嚴重 更加不民主 變成這樣的現象 那裏面在這裡 齊樹的這個循環 這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進行這樣的思考 到現在已經快50年了 因為我都快50歲了 那已經快50年了 然後呢 其實 其實Glapper或者是 在乎華爾街運動 一定程度上面是在 行動上面 健行了 對你無價格暴政的這個 這個批判的回應 所以說Glapper在這本書 如果你看到這本書 前面跟後面 我覺得前半部 後半部調子差很多 前半部講了很多很多的理念 跟對美國的美國主義 特別是金融霸權 因為Glapper寫過一本 很有名的書 要在的歷史 對於在的一個考察 到後面突然變成 那個無政府主力行動 ABC 變成一個行動手冊 在講說 我們怎麼樣實踐 叫做共識程序 也就是這個共識程序 是針對無價格暴政 這樣子的批判 提出來的回應 我們如果說 從這裡面 去對應到318學運 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第一個 我剛剛講Flyman 所提出來的 無價格暴政 大概是清清楚楚 人人本本的 在318學運中被實現 我如果說各位 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我叫羅保 先看一下那個文章 你覺得 怎麼一個在1970年寫的文章 好像在講 2014年發生的318學運 那會覺得非常有趣 也就是說 我能對於這個東西的思考 其實還停留在40幾年以前 這個思考還沒有記錄到 我們的行動 這個裡面 舉例子來說 但在國家裡面 特別提到的一件事情 叫做公人控制 什麼叫公人控制 我今天要 要去進行一個決策 必須是 同時同等的參與者 你不需要實際上面 當然會有分工 可是問題是說 你在這裡面 擔任的工作 其實必須是 同樣的 你才有辦法在官品裡面 享用同樣的決策權 可是 318學運之後 我們看到二樓 其實 因為大家都說 有去過 在二樓馬上都發出 是不是你 我們在二樓做了這麼久 大概這麼多天 結果 你突然下面說 都要走就走了 當然什麼事情 都不知道 這個東西 其實大概就體現了 我們所謂的 留下公告這件事情 然後呢 最後其實我想 回到一些問題來看 就是 我在這裡 其實我不是 那麼敢去定性 所謂的 台灣三一八學運 到底跟全球正義行動 也就是全球的 改變立有主義 改變先制有主義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它到底是它的一環 或者是它的反錯 跟反動 我沒有做這樣子的定性 那 不然說 這樣定性 把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其實大家是不是 足夠的去思考過 這樣子的問題 特別是 我會講說 我們今天的反足貿易 它所表現的一個現象是 有些像西幕 像我們西方的那個大國 西方大國是中國的 這是美國 因為中國在我們西邊 像西邊幕後 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但是問題是 我們並沒有看到 我們其實是被放置在 一個整個國際跟全球發展的 內容底下 我們沒有辦法去這樣子做 做這樣子的一個定位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思考 我們前途的問題 都舉一個例子來說 那個 前一陣子發生 南海主權爭議 南海主權爭議 南海主權爭議其實 非常重要的是 中國的中海有公司 在越南 現港外海 去見了油田 然後開始看法 然後呢 美國在這個中間 就開始介入了 就說 你們這個南海國家 不要打來打去 反大海有七個國家 中國 台灣 歐洲 文萊 馬來西亞 然後 列蘭 這是反大海的國家 你們這些南海國家 大家不要打來打去 當然台灣沒有 台灣 都完全不看保證清楚這件事 只會發帖子 那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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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就說 你們不要打來打去 最往和平相處 南海 共同開發 這樣最好 對不對 南海共同開發 美國就有利益 為什麼 美國跟南海不能沒關係啊 對不對 那既然共同開發 大家都可能 用美國就來用嘛 那麼 我們 其實對於中國 這個樣子 進入南海的問題 欸 中國能夠進入南海 也是 就是 當年 魏國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劃那個九段線 幫忙他 把整個南海都圈進去 圈成說 是中國的人 林漢 中國進來的這樣子的問題 反而非常的憂鬱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如果說 換一個角度來談的話 結果就攻到美國的利益 碰到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碰到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 在南海 特別是我們做為環南海 代國家的議員 怎麼對於南海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探訪 我們如果說 就把我們放置在 一個國際的視角底下 我們很難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很難思考 南海主權爭論 調理台爭論 也很難思考 反服貌 反破貌 我們應該要如何露出 甚至於 很難思考 我們所講的 如何我們要在乎 民主政治 在乎民主程序 應該會不會提出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我丟出來的一些東西 等一下也許有機會 可以再做一些談論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宋傳統的記者 我做一點點很簡單的補充一下 其實 Framer它要跟我們講的是 整個佔領華爾街的運動 是一種民政府主義的 一種理想的展現 所以它不是公民不服從 因為公民不服從的話 是你知道你自己違法 你砸了星巴克 砸了麥當勞之後 你是準備向法院去陳述你的理由的 但是這個無政府主義 它並不是這個樣子 它做了抗議 但是 它作為一個水平式 然後沒有中央組織 沒有科程式 然後 自發性的由下而上的一種運動 所以 它特別 它並不是有中心的核心人物 或者是運動的民心 這樣子的 運動形式 所以 孫孫中語記者就提了一個問題 讓我們去思考 三十八學運 其實到底是比較接近 這種不政府主義 戰華爾街的運動 還是 它是 另外一種 可能是公民不服從 許多人認為的 或者它是 但是 Grainman 他所反對的 他所要回應的 在六零年代的人所提出來的 那個 Joe Freeman所提出來的 說 水平式的 沒有組織的 這一種的運動 往往到最後都會變成一種 輪假或的暴政 因為水平式的 每個人都停的 運動方式 搞不好可能 會變成更對民族 因為 因應媒體的需求 媒體 碰到有任何大事情或運動的時候 一定會問 誰 誰是第一道人 出來說話 等等 那或者是要簡單的 把某個人 就是 把他標籤化 另外 把他造神化 讓總以後 有一個位下的黑影黨 那 Grainman他的無政府主義 剛好就是 反對 這樣子的認識 認為說 佔領華爾街 他的技 不是 六零年代的那樣子 會變成有 單一的明星出現的一種 不政府主義運動 而且他才是一種 真正的民主的模式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下說 什麼叫做這種不政府呢 跟大家講一下說 一種沒有水平式的一種組織 然後他們有一個特定的目的 然後他遍地開花 然後 因為不政府主持嘛 所以很窮嘛 來的人 不用付錢進來 然後 來講的人 也絕對拿不到錢 離開 然後 遍地開花也讓他自生自滅 所以 比如說 可能台南的快要撐不住了 或者是 在哪一個地方 不行了 就是折五嘛 這些人 無政府組織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大概類似是這個樣子的 那 剛出眾議記者也提到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在 在引華爾街運動裡面 黑人並沒有參與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反思 黑人沒有參與 但是他們是一個 社會最低層 受到最大的壓迫者 但是他們沒有參與 其實 從事受到運動者 很多人都知道 你要跟受害者 講說你是受害者 這真的很困難 這幾乎要否定 他一整個人的人生 這太困難了 所以 基本上 我們可以理解說 在引華爾街 沒有黑人 就是等於上六八組 放棄治療 沒有參加三一把運動 一樣的道理 大概例子就是這個樣子 那 那就是 就可以直接連結回來 其實 其實我們在台灣 曾經也有過高雄 也有西安山 一群激進的基督教主師 也有類似的這種 無政府主義的一個社群 社區的實現性的生活 但是後來也是被 國民黨非常非常殘酷的 證明了 那 其實 這全部的關係到的是 一種 我們到底要怎麼生活 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們活著的時候 要如何在社會上自主 我們自己個人跟社會的關係 以及如何面對這個全說化 跟民主 如果是外來的實力的話 那 到底要以什麼樣的身份 來過這樣的生活 有沒有別的 因應的策略 除了革命以外 或者是加入體制以外 有沒有第三條路的可能性 那這件事就是 比方陳老師 等下要好好跟我們分享 的 謝謝 我剛才叫 別人最愛的商量 然後 結果 自己做了才知道 不舒服 這樣子 折五是我 第三次參加 第一次的時候 還是全面之情 在 十八五 小小 可以 悶 大 有點話 這樣 就是讓人家感覺到 很悲情很 可以 這種 自助 去呼吸自助的空間 比如說 折五是一個自助的地方 還是一個受難的地方 而且都是地下室 對嗎 都是地下室 那地下室代表什麼東西 陰沉 或者公開 公開 不能鎮壓 這種東西 就是 這個地下室的一個 一個 哲學論壇 這個有他的道理存在 在場有一個法官 有法報 這個法官是不是要回 這個不太清楚 他也不約成 他剛剛好像沒有自我介紹 你有自我介紹嗎 法官 兩支最怕 來 就是官了 對不對 就維護體制用的東西 那可是一個法律 那法官就是要執行法律 讓法律可以確認一下這個東西 對吧 其實 我為什麼要講這種話 最主要是這一本書 巧不看完以後 我們不要去搞什麼 國務來飛行 不要去搞什麼 南北對抗 那就是 來問羅商法律 不要問我 羅商法律 羅商法律 不要去講什麼大法 再做些常識 反正搞這個國務的 等到國經貿嚴重了 到最後 我們把國務發覺也死 統治者不是百分之一嗎 對不對 他們不統治生產 他們只會搞金銅 賣空賣空 那貨幣 貨幣不是一個時代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消販價值 那就不斷地把自己 一直一直一直的 膨脹膨脹膨脹 然後拋骨化 然後拋骨化以後 然後拋骨化以後 然後好苦 然後修身養性以後 哎呦呦呦 都照出一個新的貨幣出來 又大概是搞拋骨化的樣子 人從來 發明貨幣以後 從來沒有反省過的 什麼時候反省過的 那百分之一的人 都會在那邊得利的話 其他百分之九就能幹嘛 就躲在地下室裡面 好悶啊 我們在床房 在外面街 而且不是新鮮不強 這本書跟你講就是 反抗沒有用 嗯 你永遠就是百分之九十九 那 那你要鮮魚翻身 你要烏龜翻身 給他不管 烏龜要是鮮魚 鮮魚根本不可能翻身 因為鮮魚死掉了 真的嗎 烏龜是有可能 烏龜是有可能 烏龜越來越來越活動越來 尾巴頭啊 頂頂 還可以翻身 最有烏龜在講說 鮮魚翻身 那是不可能的 烏龜翻身是有可能的 百分之九十九人 能不能 烏龜翻身 不可能百分之九十九人是鮮 對不對 除非 你自己幹嘛 參加整個 現在的民主的機制的運作 透過現在我們是定下的process 這process 不管公正不公正 那你紀錄百分之九 那紀錄百分之九十九 紀錄百分之九十九 做什麼事呢 最高檔的 最高檔的民主之一種東西 把百分之一分成0.5%跟0.5% 0.5%做幾年 下來再換另外一個0.5% 再做幾年 做到最後沒有幹嘛 你要凡神 為一個人要幹嘛 自己起身進入0.5% 你要進入0.5% 你要把0.5%裡面的某一個人幹掉 你才可以進出0.5% 對吧 所以說你搞政治那些政科 政策在那裡 哇 台大祕藏 有沒有 為什麼 台大祕藏這種東西 就是在台大 如果大家就知道 那是怎麼一個事 那算了吧 那我們做研究情況 有時候很好 一百萬的研究幾萬多 像九十萬還有四萬塊 十萬塊零下 你看到嗎 我們就放到學校裡面去 給學校抽兩次 排大是什麼 百度前 抽 抽掉 抽掉以後幹嘛 就實際上多少 八萬塊錢 那八萬塊也幹嘛 我只要他的書發票出來 我只要證明我是在 我的研究室裡面使用 Oh my god 按摩也都沒問題 對吧 這就是台大歷史公園 要不要抓 對不對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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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九十九或者是 鹹魚九十九 對不對 有可能了吧 你要幾幾百分之一都不可能 台灣目前的狀況 那為什麼我們要成立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到底有沒有什麼 好 這裡面 作者又跟我們提了另外一個概念 百分之一之所以可以控制百分之九 最主要是有一個民主的幻想 這叫多數群 啊 這裡面 有五十一個人跟四十九個人 哇 五十一個人 就是什麼 就是六八九跟六英九的位置 那 那 那 這六八九真的是跟四六 四二六一 非常敏感的孫子 那 這實驗過的 那真的是 我這實驗過的 我這實驗過的 我罵得也叫不出來道歉 也錄了六八九 然後我說 蛤 你是六八九啊 我根本就知道你是六八九 我根本就知道坐下去 我就是六八九 我根本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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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種的多數決 有沒有 到最後面幹嘛 就是一種詞的多數法 他說我們不要多數法 我們來幹嘛 共識 來共識決 那 這共識決 其實說實在話 如果說你要弄到整個縣市 不要說國家可以幹嘛 弄到整個縣市 或是弄到一個什麼 城鎮裡面 去一個 市議會裡面 要弄出一個多數決出來 有沒有可能些 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那我講說多數決 其實 就這樣一個 今天下午發生的一件事情 我到西北市政府 去開會 開完會以後 跟一位副市長 後來 可以當市長 後來 可以當市長 後來 一直摟著我 還說 哎呀禮貌生好久 沒見到你啊 你是我最欣賞的一個人啊 啊 不要再講 講下去 又透了很多奇怪 或許 我要去開會的時候 有沒有 正好幹嘛 我要進入後 後輔路上面的 是這位 黑幫女 那麼啊 有一個女的 不知道幹嘛 她就闖進 只能一輛車子經過的 那一個入口 她要不從出口出去 她要從入口出去 可以吧 好 那這個時候 如果說我是一個法律人 我這種是process 我就應該怎樣 ㄍㄧㄥ在那裡 啊 我是法律人 我就ㄍㄧㄥ住了 啊 我就ㄍㄧㄥ住了 我就開個三雙小巷 我說 啊 對不起啊 因為那個是四十幾歲的婦女 所以我在看座 啊 如果是一個 一個精壯的 馬上來 有沒有 我馬上退了 四十幾歲的 看著Yaris 有沒有 你不會是Tiana 三江湖 有沒有 這怎麼樣 我至少還有一點肌肉 有沒有 要大我 那 拿起那個 拐杖屎 我揮舞的 覺得就是揮舞的 她說 對不對 所以說我就開始跟她 ㄍㄥ住 那ㄍㄥ住 如果是法律人 就跟她們講說 對不起 你推了 你推到最後面去 推到庭座上裡面去 然後我進去以後 你要怎麼做 我剛剛不是屁事 對吧 這個法律就是這樣規定 大家來遵受法律 但是你如果不這樣 那時候我就 後來 想一想 這樣弄了以後幹嘛 我開會時間不到了 我這樣丁下去 浪費時間 浪費到最後面有沒有 搞不好 還浪費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 因為她會不會倒車 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說 最右面 我是距離路口 一公尺而已 我就 咦 出去 然後讓她 能夠違規出去 這個叫什麼 我跟她的共識 了解我意思嗎 你在這樣 共識的時候 如果實際上的共識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雙方 屬於哪個點 對上去 一直道歉 你引起我的憐憫心 然後是稍微推拉一點 好 和平解決問題 法律不見 對不對 對吧 這種東西 你如果拿到 國道上面 可不可以用 往下炸道的時候 有沒有 正好有一輛車 衝你 下炸道 你說什麼 兩個人撐在那裡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這種可能 我們擔心到裡面 如果不是那種 私人的效應嗎 或是比較大 公眾是不是很大 如果你真的要搞笑的話 就死掉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為了 生活的方便 我們多不得以 會選擇一個中心 少數支配多數 多數被騙 然後用選票支持 他的少數 這就是民主制度 沒有錯嗎 對不對 生活裡面 到處都是這個東西 你要把共識 弄到小小的一個地方 重來說你要把共識弄到說 弄到一個班級 你公司覺得溫貌班級 或許有這麼可能 對吧 好弄到學校 有沒有可能 校長出來 對吧 他要什麼東西 要考級 考級沒有加等的話 他沒有BONUS 老師 要徵什麼 要徵當主任 然後要當主任 就行政家庭 對吧 對 每個人都看得真真真真 只要說 一個學校的營運 還有加上PTA等等 有沒有可能弄成共識 不可能 對吧 所以說 如果這本書 真的要有什麼 有什麼 給我們一些刺激 給我們一些獻殼的話 一定是 不是我們一般所想像的那個東西 對吧 不是說什麼 啊 我們是百分之九十 我們就不爽就好 那我們這樣不要受文不爽 沒有 我們生活的方式跟你不一樣 你是多數覺 你是什麼 共識覺 不是這樣子 你比較想出另外一種方法 去超越這一個 經濟學的特別教授 對吧 這叫什麼東西 超越歐美 我們有沒有什麼可能去重新詮詞 就是這一本書 嗯 我這樣四分鐘 沒關係 可以演好 可以演好 如何去超越 我 下個星期開始 我要到 我算是一年長假 一年長假 可以吧 但是我長假 我學分班 台大學的班都很不一樣 因為一度這樣 這個就會垮掉 我是零魂 所以我學那個班的百分之一 那台大為什麼要把我當你百分之一 因為我一年替台大賺三千萬 所以台大就說 不准退休 退休以後 校長還跟我講說 退休 沒關係 那只是不練習水而已 你如果有生意壓什麼 我還是把你給炸出來 OK吧 這就是台大 真的很為難 我還有喜評問 喜評問的話 現在大家都不想做 我是生非嘛 所以說 我還有 我還有讀入大學的課 還有台北大學的課 我根本就是 所謂的心態就是 台大部開課 好 那台北大我要開課 對不對 你知道我開什麼課 首先第一個 讀這個課 中文 你怎麼讀得懂啊 對不對 要考國家考試 沒有時間細細讀 所以那 你們把這個本書 幹嘛 也傳問題 也在哪裡 你的概想怎樣 花你三搜尋 如果完以後 我們要重新詮實 那我用兩本書來詮實 這一本書 的另一個層面 第一本 是即將到來的公文題 第二本 叫做讀神 這兩本 非常非常的小本 那這兩小本 有沒有 其實這道實力學的物體 等等 可能 台北大人同學 可能都沒辦法看到 可能到最後那邊幹嘛 他們亂翻 不知道幹嘛 每一句 一句名句 大家用在一起試試看 也可以吧 把研究所當作是打協助 盡量做這種事情 好 到底即將到來的公文題 跟所謂的讀神 這個講起來就很複雜 時間感不夠 我只想跟各位講一件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時期 可以吧 我們 大家聚集起來 未來一個時間 不爽 大家聚集起來 發出怒哀 這裏面到底是用民主權 還是公私有可能 不重要 民眾集結起來 給百分之一的人 也是可能 我們並不是 我們並不是你們百分之九十六而已 而是 我有可能 在我們百分之九十六裡面 找出另外一個百分之一 把你放回百分之九的能力 有這種潛力 有這種可能性的百分之九十六 不論什麼 我們百分之九就幹嘛 我們 我們做很多事情到最後面 我們根本不可能取代它 對不對 我們只能發出憤怒 制止這百分之一 不要做得太過分 群眾運動最強的意思 並不是說 我要拆比群眾運動 我要去改變現在的制度 改不了的 可以吧 要改一定適合百分之一 再改 百分之一再改 你只能支持它 不要報仇而已 而且真正的民主制度 最重要的是 我們讓它知道 說什麼 當百分之九十九人來 為了一個議題 三十萬 五十十萬 政府整個包圍 弄個一兩個月 幫你立法 願行進去 可都亂七八糟的 有沒有 你不敢 對我怎麼樣 對吧 你要展現出 這種氣迫出來 但是如果是在西方大國的話 它各自就出來了 六四 我們台灣至少說 還有這種希望 我們只有方雅明會轉 我們如果 我們撞著那個字 哈 如果方雅明撞著那個字 一個撞著那個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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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吧 那方雅明如果撞著那個字的話 大概是用法論治素的 對吧 今天當然要論要性 腰背 腰腰腰難都可以把他給打倒 這個無所謂 所以打4、8、9、7是問題啦 台灣最正的好處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學運或是議題聚集一群人 彰顯出說你不要再留太久 但是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這個運動裡面可以代表一個 它不是磁學系 它佔領的一個空間 對吧 那在這個運動裡面 你一個層面是說給他1%的教訓 除此之外 你自己本身能得到一些什麼東西 如果你只給對方教訓的話 你集結起來 你不能獲獻獻獲得一些東西的話 那可以嗎 我們集結在這個地方 對吧 那什麼東西 那這個地方的警察去發射 有一群人擠在地下室裡面 人受痛苦 一人受痛苦越痛苦 他對於自由的期待 會越加深亢奮 這是爆迷取 我們都要表達這東西嗎 那不是吧,对不对? 我们那么痛苦待在这个地方, 主办单位刻意地去培养一大堆的热氧化碳, 因为痛苦结束以后就多获得自由, 就让你们一上去了, 你就很了解,告诉我, 脱离自顾那个自由有多么的可贵,对不对? 能取到东西嘛, 除了说讲者讲的话, 这个环境会给你一些东西, 那这个大家平常的一个异体, 遍地开放随时出现, 然后垂直消失掉,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好, 这就是我刚才要讲的, 即将到来的空中体跟读室里面要讲的东西 这样子嘛, 我们现在有一个体制, 我们要维护这个体制的运作, 最主要是根据理性, 对吧? 然后我们要革命,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我们也是根据理性的论述, 我们要革命, 我们要人群, 理性人群等同于是脱离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上面临着上位概念, 我们只是怎么样? 作为一个小小的骨龟, 小小的咸鱼, 去pervidence, 去设理, 去理解到这个上帝的意识, 这个本质的讯息, 我们只能理解到一部分, 所以说怎么样呢? 大家, 你就是因为你的pervidence不完全, 来, 我给你美浆一下, 啊, 一把推转四川, 哇, 别难道我们能共试试这个东西, 对吧? 就玩这个游戏嘛, 对吧? 但是, 说实在话, 这一种超越每个个人存在的本质的东西, 要不要? 是什么? 请问各位, 理系是什么东西? 那你去问哈布玛丝嘛, 对不对? 为什么人可以沟通, 因为人有理系, 那你问到理系是什么? 理系就是沟通可能, 哇, 这不是循环论证吗? 为了个伪文, 还叫做循环论证的那样, 你知道吗? 还有实际上的老师, 以这个东西为根本, 去创造出自己本事的很伟大的一个职业给吧? 我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不管你是坐在维护体制, 还是要坐革命路线, 都坐理性路线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你的革命成功的话, 你也会变成什么? 代理智能量, 你变不了, 但是在这两种人群中间有一种类, 这种人是什么?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东西, 大家都听过桑鲁嘛, 桑鲁, 圣鲁, 样本, 桑鲁, 你们知道吧, 你说兄弟不知道, 为什么三公里也不知道呢? 我跟阿龙阿虎, 你们都不知道呢? 为什么三公里呢? 我们本子都是人啊, 对啊, 为什么三公里也不知道呢? 各位你要知道, 不管是走维护法律的维护体制路线, 还是走革命路线, 他们都是信奉于本质的什么? 理性, 用摄理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上, 由上帝而来, 由神而来的最诚信的一个本质, 不可能被诬蔑到本质, 所以说每一个人, 他都是独立的存在, 他不可能被取代,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话题, 可以吧? 你只能被代言, 你只能被代理, 但你不可能被取代, 所以说每一个人, 他都是一个个别代理的存在, 既然是个别代理的存在, 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你的价值就来自于理性, 来自于神, 唯一的神, 但台湾有很多神, 没关系, 对吧? 你是什么神, 神在天上都会共识权,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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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此吧, 神理心中是一个很空外的东西, 是人所制造出来的嘛, 老师教的东西嘛, 对不对? 老师谁教的? 老师是老师的老师教的, 对不对? 那老师的老师是谁教的呢? 那就是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不管怎么样, 老师就是一个process, 所制造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规训嘛, 我们被规训, 我们不能取代, 但是有很妙的一件事情, 干啥不一? 对吧? 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 它是不是应该在这里? 你像说, 哎,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东西, 半刺之数, 它办法做什么? Nage, Plus, Cycone, Nage, 半刺之数, 它办法? 它知道什么东西? 塑胶的螺丝钉, 好, 它做塑胶螺丝钉的时候, 它会把一样塑胶螺丝钉的 sample 拿去说, 嘿, 你买一下好不好, 对吧? 是不是? 这个塑胶螺有没有, 它是不是独一无二存在? 不是, 它是可以被取代的, 所以它不是独一无二存在的个体, 对吧? 但是塑胶螺自己本身, 是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像理性一样, 抽象的概念, 也不是,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塑胶螺, 它是一无二存在的, 你要知道我意思吗? 塑胶螺他自己本身没有内涵, 没有, 对, 它没有独特的个性, 但它又不是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塑胶螺, 日文话叫样式, 对吧? 你们买一个面包机, 面包机, 里面会不会给你一个塑胶螺, 样式, 有没有, 是多少膏, 多少重, 它是用多少瓦, 什么东西有没有,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对吧? 它随时随地可以被取代, 它绝对不是独一无二, 好, 所以说怎样呢? 不管你是站在革命那一圈, 还是站在维护法治这一圈, 这两个圈的中间有一条线, 存在于这个圈里面的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塑胶螺。 你只要跳进去, 你就可以变得塑胶螺, 因为塑胶螺是可以被取代的, 它不是独一无二, 我这一盒塑胶螺被银行员烤掉, 我不会塑, 才去弄另外一个塑胶螺, 那这样的话怎么样? 接下来就不见了, 对吧? 你们都没看吗? 接下来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体制跟抗拒体制的一个, 最奇妙的一个什么? 一个剧情嘛, 那它是从什么地方源头, 什么地方来? 在山坡鲁有没有? 你把银破坏掉, 在领中把银破坏掉, 这山坡鲁是可以被取代的,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这样子的领域里面, 把自己当作是山坡鲁, 把自己当作是四样, 对吧? 那你如果当作是四样的话, 其实, 每个人进去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个四样表, 我四样表我到底不是符合了多少, 我只要符合到一个社区, 我就是一个山坡鲁, 所以说这里面干嘛? 共识根本不需要经过讨论, 共识就会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四样表, 而且它没有什么绝对不可取代的个性, 但它也不是一个非常中小的概念, 它是一个活生生存在, 得被取代, 不管它的内容如何, 它是得被取代的一个真实的存在。 好,这样在家里面可能会觉得说, 你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我搞不懂,可以吧? 好, 我回到我的专业里面, 我的专业里面, 我教训证他们的东西, 我是教刑法, 可以吧? 那你要教训法, 帮你做什么东西啊? 有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找到过程要件, 过程要件什么东西, 你事人才可以犯罪嘛, 所以说怎么样, 有一个最近被告人的一个大学教授, 他应该是没有告人的一个大学教授, 他应该是没有告人的资格吧, 因为他不是人, 有人要讲, 人有理智嘛, 有理智怎么会打? 太阳话可能相交叻, 那不知道, 就知道, 就知道, 那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只有一个人嘛, 五十里就好, 和合理, 反正他们应该叫什么垃圾, 拉门渣啊什么都不讲这个东西, 我只要说, 我只要说, 你没有开始了, 你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图书的, 大概有踏手来讲些什么东西啊, OK啊, 好, 你用扣子要件, 你是不是能, 你能不能做一个行为, 在英国外形象, 你会产生一个结果, 那对于这一种的现象, 我们法律规范是认为说, 你是违背我们规定, 那你对于这个违背是法律规范的现象, 你到底有没有认识的, 不是有没有认识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的刑法说, 要第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这三个阶段, 对不对, 但是到最后面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白, 我们到底要不要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规范, 要规范到怎样的程度, 有没有, 我们条文里面会留下一些空白, 这些空白你不需要解释, 条文留在那里, 不用就对了, 你想说, 我试用这一条河道向的协论, 那为什么, 要不要讨论, 要不要大家去复乡, 讲一下, 弄出一个寒纪表, 不需要, 对吧, 那有些法官, 他就是把这个最后面, 留给你这个空白, 给干嘛, 给给他, 他根本就是, 我就按照规矩做, 规矩做, 那你按照规矩做, 你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统治者, 就是那百分之一的中国协议, 对吧, 但是你跟着这一句做, 做到最后的时候干嘛, 你变成桑布鲁, 桑布鲁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怎么计时, 他的内涵就会没确定下来, 然后你有意思吧, 这个桑布鲁对你的安全是什么意思? 对于其他的厂商是什么意思? 对于我自作者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干嘛, 就这个桑布鲁, 我们可以给他定义, 这个定义干嘛, 随时属于都可以变, 而当你如果能够理解到说, 人, 如果, 任何我们在程序里面, 到最后面可能都可以到, 不是革命, 也不是维护信心体制的, 中间这条线里面, 你可以撇开所有的, 国际贸民的压力, 金融的压力, 社会的压力, 国家的压力, 不管内容如何, 你就是一个存在, 如果说你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 或许你就可以把我们在体制里面, 整个的程序里面, 弄出来一个最后的空白, 你可以在那个最后的空白里面, 做出你应该要有的确定, 而那个确定, 是一个作为, 你作为一个桑布鲁的人, 不是体制内, 也不是体制外, 而是在两个中间里面, 可以单独一个所做出的确定, 这个确定, 绝对不是一个什么东西, 共识确, 因为它只是一个生活的实验而已, 如果说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一点的话, 或许就可以超越这一本占领华尔街, 把占领华尔街里面的东西, 做某种程度的诠释, 占领华尔街跟以前我们的抗命活动不一样, 以前的抗命活动会想说, 我要改变这个制度, 我要把一个人拉下台, 做不到的话, 我们运动续续下去, 我们是用游戏的方式, 弄出一个timeline出来, 然后就在这个timeline里面, 我们每一个阶段运动, 要做什么事, 要反对些什么东西, 全部规划好。 这一种的革命营营, 其实说实在话, 并不是在文化尔街的模式, 这是少一个时期的模式, 或许说我们讲说, 一百合都一样, 其实一百合是一样, 对吧, 它是把活动的, 太阳难, 实际能够流程, 把浓缩到一个地方, 就在那个地点上面, 去实现太阳难而已, 对吧, 它是一个动物, 对吧, 但是, 这是华尔街运动物事物件, 占据一个场所, 在那个场所里面去, 做不一样的生活太阳的实验, 它不是时间的流动, 它是场所的缺乏, 如果, 这个场所的缺乏, 我们不要去想, 它是在华尔街广场, 还是在, Central Tart, 还是在, 凯特海南大陆, 还是在, 行政院, 还是在立马院, 我们不要去管这个物理性物件, 我们说,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或者人的心里面, 找出一个, 不是对抗体制, 也不是革命的, 那一个, Space, 那个Space, 是你所能够拥有的。 那么, 占领华尔街, 例如是正乎华尔街, 这一个, 金融中心, 要去对抗国际, 贸易, 要国际上的, 很多的资本主义的, 心情主义的, 那种不妥妥的现象, 他所占领的是, 我吉普革命, 我也不维护体制, 对吧? 我终究要回到体制里面去, 对不对? 如果我走革命路线的话, 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最后面就是被打到, 中央山脉, 然后送到小铃村里面, 就这样子, 而且那边有个事情, 对吧? 我们一定会回到体制, 回到体制, 有如何在体制里面, 找不到哪一个漏洞? 在那个漏洞里面, 有没有? 你不要去管国家体制上去, 你可以实践作为, 不管内容如何, 你就是个现象, 稍微抽象一点, 但我的人生就是危险, 我记录这个体制, 而且我记录这个体制里面, 我很逼近百分之, 你不要相信我, 我真的很逼近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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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的机会, 我都故意抛弃, 因为我只要进入百分之一, 我就死了, 我就绝对不是我, 因为我进入百分之一, 我就不肯进入那个中间, 上课一, 我就不肯当上课一, 对吧? 是不是? 我很逼近, 但是我不进去, 但是我在日常生活中间, 我教育, 我在教导我这些学生, 不是我在上课讲内容的时候, 我随时随便, 我绝对不是言行无识的人, 我今天这样讲, 明天又说, 你们考虑, 今天讲说, 我们要考小考啊, 后来, 但下一期期, 我们就讲, 小考好累啊, 要改考卷, 教学助理好, 不愿意改考卷, 所以我们就干嘛, 就叫一次第四次草一样, 变来变去, 随着当时的那种状况, 有没有? 随着当时的状况和变化, 我的内容嘛, 但是, 我存在不存在, 我存在, 了解我意思吗? 我有我的社会地位, 有我, 有我, 我自己本身的特色, 但是, 我这个位置, 跟这个场所, 是任何人都可以取代, 你只要当上课, 还当教室, 只要当法律系, 就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我要教授, 我们要考上课, 因为干嘛, 百分之五十人教课, 我当然讲这句话, 好, 下流下心情干嘛, 百分之九十人上课, 哈哈, 同学们给了面子呗, 小考就不要了, 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不对? 这种生活方式, 我会不会去跑去, 小误会里面, 跟小误会里面, 去看着, 我们台大, 我们学生, 也是劳工, 我们要用劳工权, 我们要肩膀, 我不会做这种事, 干嘛, 做这种事真的成功要, 相对是什么样子, 因为学校要是什么样子, 哈哈哈, 保费, OK, 付给谁, 政府, 本来这笔钱是可以分担给很多学生的, 结果呢, 我们必须要就是大笔的保费, 把去的政府, 所以说, 我们能够分给学生的, 就变少了, 对不对? 那变少了又怎么样呢? 学生要求, 有劳工权, 可以来到, 听各位同学的, 让你们变成劳工, 让你们有劳保, 让你们有健保, 所有的保费, 可以吗? 没有钱, 对不对? 八千块, 减了六千块, 六千块减了四千块, 一百个人减了三二十, 继续抗争, 老公法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其实, 你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去进行保险, 像说健保吧, 你有没有给的健保? 没有啊, 那你有没有做到老保的任务程度呢? 其实说才好, 一个星期做一个教学主义, 你会工作多少? 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 想说我们的行分教学主义, 一个星期工作四个小时, 可以吗? 工作四个小时, 你要一星期的这个老保, 到处干嘛? 就要欺压到, 其他也需要这一条同学, 你如果说你在进行抗争活动的时候, 不要想说, 人权, 劳动权, 老公万岁, 海拉斯资本主义, 一样, 万事有私人, 知道吗? 应该有, 好, 你最后一次那个没有私人, 知道吗? 你去骂这种东西, 骂到最后没有干嘛? 你实现了理性, 你实现了能力, 你实现了能力, 到最后没有做到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说在整个抗争过程里面, 就可以把自己的商务随时随地就算期待, 你的内容会不一样, 你会被人多样化, 或许我们针对了人生, 生活的时代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像这本书被诠释一样, 我们占据一个物理性的空间, 在那里面我们不要多数学, 我们来共识, 实现一个相隔离啦, 如果全世界到处都有相隔离啦, 地球就会变成相隔离啦, 不要将去全世界这个书, 我觉得说这个书, 没有爽到东西, 虽然是别人先爽, 但是就是, 超过了十三重中的, 好, 非常谢谢李小松, 我相信大家都听懂了, 都没有问题, 如果, 因为李教授刚刚开始, 他有特别说, 今天是对于, 智力的一个大的考验, 是对悟性的一种考验,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开放, 让大家来提问,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OK, 这样好, 这个, 我想这个, 太阳高学院就是, 这件事情, 因为我本身是经营企业, 而且我本身也是一个, 台湾, 大概我们那个协会站出来, 大概可以贪婚台湾的, 整个交通的这个协会, 那我想说, 先问各位, 也, 就是说, 这个福报这件事情, 反文化这件事情, 停掉的时候, 谁最高兴, 谁最高兴, 不是台湾的中小企业, 也不是只是台湾的大学, 所有台湾的企业, 都非常高兴, 这不是只是, 就是有些人高兴, 这是所有的高兴,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这个整个, 整个, 它的整个发生, 基本上, 因为我都参加过, 所有的这个, 不听为什么自己, 它都是经过合法, 它都是经过很多很多的, 呃, 呃, 程序的, 因为, 它之前, 如果不在乎这个, 你大概不会在乎这个程序, 这是第二, 所以, 所以那一天, 那个张静忠, 那一件事情, 发生了, 刚刚那个教授讲过, 他是一个, 刚好是那个痛, 抓到了, 其实, 你如果说要跟他, 考虑所有 process, 因为我参加过很多, 那个 process, 你不喜欢的, 你根本不会在 process里面, 你早就被排除掉了, 所以, 台湾的整个企业, 因为, 因为, 如果各位, 要知道说, 这个很合的detail, 齁, 如果没有,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可以跟各位同学, 第二个就是, 未来的经济, 贸易事丸区里面, 你会不会有参加过整个, 那个事情, 会更大, 如果在通过的时候, 在讨论那件事情的时候, 那会更大, 那个引起的问题, 这个符号更大, 那如果, 各位如果有, 有兴趣的话, 还是要真正去了解, 它里面的内容, 我不是说, 我反正的问题, 因为, 还是要去了解, 为什么, 是有机器示范区, 为什么, 这么多的问题会存在, 好, 好, 谢谢各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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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 呃, 那, 我开放第一轮文, 有三个问题, 但是, 呃, 你毛生老师, 在楼上, 听不到问题, 呃, 所以, 呃, 如果可以的话, 真第一轮的话,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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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第二个问题, 但是, 突然又有第二个问题, 然后, 我第一个问题先问就是说, 就你们的观察, 就是, 台湾的一个学术圈, 对于反抗运动, 所身处的一个位置, 也不是, 所能够采取的, 呃, 嗯, 实际行动是什么, 那, 当, 学术圈的这些, 呃, 无论是老师, 或者是, 高级知识分子, 在面对就是, 政权, 或者是, 裁罚, 那种就是, 嗯, 霸权, 或者是资本帝国的这种, 巨大的架构体系的时候, 呃, 所采取的, 或者说所存有的一个, 反抗的心态是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 呃, 所对抗一些, 嗯, 巨大的架构体系的一个, 策略是什么, 只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其实是, 应该是今天的这个演讲, 难过就是公论会合上街头, 刚才好像没有特别, 就是, 听到说这方面的一个, 一个论述这样子, 然后, 有一点的回应就是说, 呃, 呃, 欢迎刚才, 李茂生老师的, 呃, 嗯, 自己选择的一个权利, 尤其是, 这99%的人, 所以说, 当这个条件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 那代表的是, 其实是这一整个, 民主制度的一个失礼, 那, 也就是说整个, 宪政制度的一个失效的一个状态, 那,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主要长期以来就是, 因为我们的, 权益者, 都, 他们的, 权益都凌驾于, 这个, 宪政体系, 民主制度之上, 而不受到贤制跟赤衡, 所以说, 无论是谁, 刚才就是, 孙琼先生有提到的, 无论是, 台湾的民主区, 像是本土化跟西方化, 就是无论是谁, 无论是本土的, 或者是, 外来的, 作为一个执政者, 让他的权益没有受到一个, 呃, 民主, 有效的民主宪政, 自己心下的赤衡的话, 那就根本没有办法, 真的实现民主的价值, 这是我们的回应, 谢谢, 就是, 第一位, 您问, 第二位, OK, 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 自嘲排大会不会不好, 是不是, 是并不会让排大会比较平静的, 然后刚刚前面那个人说, 在学书界到底如何说, 在这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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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力的人, 到底能够, 对, 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就觉得对学书界, 根本不需要有分别的期待, 因为那些人, 他们还是在中华民主下, 跟马下, 就是校成, 这样, 讲, 讲什么的那个, 或者是, 论文之类的, 对, 然后, 我就在想说, 要回到台大的问题就是, 台大很多东西, 它根本也就是, 比方说, 也就是在入学考试, 竟然有一颗, 这是博文, 那全世界哪有一个, 国家或成功哪个, 一个是博文, 真是有幻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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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 教训, 尊体力学, 爱国爱人, 那国是什么东西, 那国是要爱中华民国啊, 所以我会讲说, 就是说, 作为学术的老头来讲话, 对着学文学也要很期待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大不了, 就连, 我前几天去那个, 台湾文学大卫斯, 台大, 的台湾文学所里面, 但居然把, 白鲜勇作为一个, 讲座教授的名称, 白鲜勇是什么东西, 白鲜勇是写台北人, 他那个台北人, 完全没有台湾, 然后再来, 那个, 我们理教授, 我们理教授, 我们理教授教授有讲到循环认证的问题, 所以说循环认证, 没错, 简单的循环认证确实不好, 但他至少也是一个有效的认证, 如果说我用B解释A, 用C解释B, 再用B解释C, 这样子绕一圈, 那其实也是一个循环认证, 就像是蛇咬地的文化这样, 所有的学知界的知识里面, 你要把他讲说, 他整个都是一个循环认证, 因为循环认证的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回避掉, 你向后退的问题, 我们遇到什么, 就要说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所以说, 要讲一个东西, 他是循环认证的话, 客人可能, 体体没有办法怎么办法, 没有办法怎么办法打掉, 那再来回到我们最前面, 第一个讲座, 公民, 公民不服装, 为什么不服装, 就一定要有领导的, 然后还有再来, 无政府组织, 无政府组织是什么意思, 是说这个抗争的团体里面, 没有领导者, 这叫做什么政府, 还是说所谓的无政府组织, 是说他们不要政治, 那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 就是说, 自从他, 那个抗争之后, 做我们怎么可能, 会生活在一个, 没有政府的那个情况之下, 对, 然后可能时间满足, 我在, 我在警察说软, 就说第一个, 东西不服装, 为什么一定要有领导者, 然后再来跟他, 对照他说, 无政府组织是没有领导者的话, 那, 那就只是, 有可能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 那一个人啊, 然后再还有点就是说, 讲说, 哦, 为什么上街头, 因为全球, 全球的政定是什么行动, 对, 事实上, 到底正义这个概念是什么东西, 到现在也没有人讲得清楚, 他们当时的教授, 那个, 那个, 他说何为正义, 讲了一大堆, 也没有答案, 那正义, 最早在柏拉图, 那个, 理想国, 整本就是在讲什么是正义, 就是一个和, 和谐这样子, 所以我来讲说, 讲到后来说, 我们要遇太阳花学院, 要做一个定规, 说到底太阳花学院是这个, 还是那个, 还是那个理论, 我觉得这样子, 好有一点异乡情愿啊, 在认证上, 嘿, 这是一个那个, 很多的情商没有, 就是太阳花学院, 刚才人冲进去的时候, 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 重要的目的性, 只是棒的点, 是张庆忠, 半分钟的这一个问题, 对, 然后后来后来, 因为他前面就有跟你讲啊, 刚才我们在理发院前面, 就已经拉了很长时间了, 但台湾学院穿进去的时候, 也不是只有黑打机, 还有四个团体, 以上, 对, 好, 谢谢这些评论, 那因为, 你实际上的问题, 就只有针对台大这门槛, 要高阶了, 你想说, 大概没有够回答, 好, 第三, 第三个问题, 因为, 因为我是高中老师, 所以, 刚刚在场, 其实已经很多高中, 其实已经滑掉了, 因为, 要很强了, 那, 各位请就是, 李老师可以帮我们, 就是, 如果说是高中生的话, 他们其实还是要面对考试, 他们还是要面对, 整个课堂, 每天的那种空间嘛, 那, 就是, 在这个状态之下, 老师有没有可以给他们, 一些, 简单的想法这样子, 因为, 毕竟他们还要18, 18岁, 要跨19岁, 还是要进大学, 或是进到这个, 或是不进大学, 这个选择, 这样子。 好, 简单的说就是, 高中生怎么当那个, 桑普鲁呢, 好像, 教授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 先, 因为, 因为, 刚刚有非常,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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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简短的问题, 我可以在一些, 呃, 建议的问题, 我跟他, 家瑜, 后面, 老师家瑜, 好, 对, 那个, 问题, 比较多都是, 但是对了世界, 或者, 我们说到一个, 就是, 因为, 刚刚你提到的, 他们, 配合自己的学生, 他们有, 有办法, 反而对他们, 比较多数, 比较大的, 那, 这里会有一个, 问题是, 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 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因为, 那个, 你刚刚特认的理路, 似乎比较就说, 因为在, 318, 呃, 他除了, 一方面, 但是, 好像还反中, 但因为反中, 那, 中跟美帝, 又是, 对一个, 所以呢, 呃, 就是, 敌人的敌人, 就有点类似这样子, 那似乎就会有一个, 可能是, 如果中国跟美国, 建立了, 友善而可持续的, 关系的情况下, 那会支持台湾3190的左派, 然后变成这样, 这样好像, 不太, 对, 似乎要有更深的东西, 所以我想知道你怎么看, 谢谢, 好, 好, 我们先请, 然后, 李老师来回答, 那有问题吗? 抽烟,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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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或者是说, 我不要记望台大, 因为台大不太可, 所以, 不要记望台大跟, 不要记望台大跟, 不要记望1%, 跟1%的打售, 其实意义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些事情, 我是非常逼近1%的打售, 我只是要两半团体空间, 我曾经在那个什么, 夹缝中的, 其实真的夹缝中, 雙人间的夹缝, 那个演讲里面有谈到一些事情, 你有肥肉瘦肉, 你肥肉瘦肉是一块, 是不是一个死体, 但是这个肥肉瘦肉, 你瞬间会产生一个, 一个slash, 一个欲, 一个不存在的空间, 你把肥肉瘦肉一刀划下去的时候, 你可能划到最后面, 肥肉瘦肉不存在, 但是在划的那一个瞬间怎么样,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肥肉跟瘦肉存在那一个东西, 那个谈性是瞬间, 对吧, 台大不会存在那个瞬间, 台大存在在瘦肉, 对吧, 劳工存在在肥肉, 但我存在那个什么地方, 存在在肥肉瘦肉切割下去之后, 分开的那一个瞬间的那一条线, 一个不存在, 最近就会消失掉的, 不存在的空间, 然后我如果能够在这种空间的话, 我就可以被人杀了, 我可以去用我的存在来证明说, 其他的塑胶的, 什么那个罗斯丁, 就是长成这种样子, 但是我并不能代表每一个罗斯丁的内涵, 对吧, 因为我市场不容易, 但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因为我是一个狮独的存在, 它有点困难, 因为, 就像阿康顿这一个人, 真的是很难理解的一个人, 台湾也只翻译了一篇外传台大, 你说要我在这里寄生了很多的, 然后真的是有点困难, 台大是不容易期待, 但是呢, 站在台大的位置的这一群人, 如果说他的想法有点变花花, 没有, 你可以不要相信台大, 你可以相信, 其实台大的空间, 没有, 身处在甲骨里面的, 不然台大, 要有意思吗? 台大一面有很多教授, 也是有很多的, 那只是有些人没有去上课, 而且他们也没有很多时间上去翻译, 其实还是有些人才存在, 那不只是台大, 震荡也有, 北海, 海, 奶也有, 多如也有, 那我也认识一个文化的教程, 那也是, 很很很像的一样, 所以说, 不相信台大, 我也不相信台大, 我如果相信台大, 我会不会很难过, 然后, 高中生的这个地方, 说实在, 我了解, 阿甘你要问什么东西, 因为你自己本身, 你被逼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教学, 学生说, 考试要怎么样, 这道, 没有什么, 反正是, 弄成很多会考, 你来说, 那会考要弄成怎样, 还要教学生, 如果到台大院去打工, 去赚偶数, 那什么东西有什么, 那当然你会把学生的时间, 巧合用掉, 但是我给你准处三碗, 你批诀, 顾算一下, 你会发觉说, 高中生花在这个上面的时间, 除了学长的八小时以外, 还有十二大小时, 十二大小时, 我们用十二个小时, 他也有十二个小时, 他也有十二个小时, 那十二个小时里面, 你真的会用到这上面的时间多少, 你还是可以挤出一点, 挤出一点东西, 一点, 一点时间出来, 你在这个挤出来的一点时间里面, 像说你上课, 你上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 那里面你大概挖个十分钟左右里面, 讲这些奇奇歪歪的东西, 然后校长也不会讲八八, 你也不会讲八八, 结果你说, 你会不会利用这个十分钟, 来讲奇奇歪歪的问题? 那这有我的能力的问题啊, 你不要问我说要怎么做啊, 对不对? 你也赏过我的课, 你也知道, 我四个小时, 正课多少? 两个小时而已嘛, 对不对? 学生会干掉吗? 至少说, 你们还给我大概十点二到十点三左右的分数嘛, 对不对? 就平均, 至少在下面那一点点啊, 但是也不怕我打算啊, 对不对? 那我可以多过二十年来, 创造了无数的这种生活在家风中的那种, 随时随地, 可以变化它的内涵的那种变色, 做它自己的变色, 因为变色就是变色, 你不要管它变色是变色, 它就是变色, 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嘛, 说实在话, 你教台大法律系, 台大法律系学生的压力有多, 你知道吗? 你高中赛还要多啊, 对不对? 那你高中赛还要多的时候, 他还能够去思考的话, 那高中赛能不能思考, 你也给他思考的空间, 所以说, 这是你自己的教训经验, 跟教训技巧的方法, 我带家乡之处, 这样可以吗? 因为有回事吗? 我相信高中赛都还没找出时间来参加折务, 没有问题 对不起, 刚才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是也可以回答他, 为什么, 黑导积的人当中赛, 只有幼义, 对他有兴趣吗? 其实这有一个原因, 因为幼义的学生有勤, 但是, 没办法尝识, 很大, 所以说, 因为国家人认识, 国家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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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伊丽丝各自描述, 伊丽丝各自描述, 那等的幼义团体, 其实不是那些学生, 真正的幼义团体, 应该到新宿车站去干的车子, 那才是这个幼义团体, 那幼义团体是不会说学生团体, 那真的就是广众, 那那些学生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 没有那么强烈, 这就是这意思, 第一个, 我先回应一个跟今天准备, 关于刚刚, 学生老师讲的关系, 我会在座里面, 我需要提醒一件事情, 现行的老老字幕, 它的老人分析的计算方式是, 生产最高60个月的平均分析, 成年年车再成年, 百分之1.5万, 我还记得, 那我看人家就数据, 他们来陷入, 所以说呢, 在各位, 四年的学生跟联文, 你们学长到六年, 那再加上研究所, 甚至博士班, 十几年, 这十几年时间里面, 你的工作年, 是未来的老年年纪, 如果说靠得不到, 是有这种状态, 尤其在现在工作, 非常不肯定的情况下, 年纪少, 你就少一点, 因为你的人生是有限的, 所以这是为啬能在人生的使用, 全市工作的时候, 必须要加 第一个, 必须要强调这些事情。 第二个东西, 我想回答刚刚那个问题, 我觉得我看了学研书 如果说有人有看过大学研书 我觉得一定提出了很多思维 而这个思维其实是我们非常需要从心去整理和思考的问题 就是也许过去六十年来 自从中国共产党、中国建国之后 大概前面的三十年属于毛泽东或者是知识研书的部落 然后后面三十年大概是属于邓派 就是台湾开放开始进行 那前面三十年大概形成了一个 对于中国的思维成为社会主义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那这是一个东西 就是全世界的主派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 有人基本上会支持这样一个社会主义主义的政权 但是对于更小的人的感觉 当开放之后中国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是缺乏共识的 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再次讨论的 就是今天的中国的属性是什么样 当然也许对很多人或者是对我来说 也对于中国的属性其实大概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定性 其实它很清楚怎么看自己的主义 甚至于从巴黎神的最后属于这样的方向 那在这样一个定性下呢 我们得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未来中国跟美国的这两个大国关系 就是我们要怎样去找到 第一个是找到自己的定位 第二个是在这个定位底下 我们得要重新去寻找 我们可以的结论对象 好 特别这个人结论对象 可能包括了像松石的那个 像这个印尼的马来西亚 也就是我们在过去 等于说被美国当作肉店的 打贝国家的一个定性 然后看到我们未来的现出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面其实会产生 过干的指提的要求去思考 譬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里华的一件运动 是一个全球性的主义 就是面对全球造成 百分之九十九跟百分之一的 这个分别的根源 是来自国的地位主义 跟跟进的罢球 像无论什么 那它是一个挑战的主要题目 那么在这个顺序上 要怎么去看待中国这个 发展起来的地位主义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现在看到中国的讲话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民进党的 怎么讲呢 因为我帮助共产党 才特别乱帮助共产党 才在那边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一切目标 就是打倒帮助共产党 打倒帮助共产党 后我就没事啊 因为你就不会来罢我 所以说呢 一切都是美帝的问题 都美国立国的问题 所以说一切要对方美帝 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以下 中国开始去建立航空母舰 中国已经开始在建造 第二艘航空母舰 看到完成了 未来打算建造四艘航空母舰 然后未来中国的航空母舰 不只是徐利东海南海的 网络物业发展 甚至于说中国的影响力 已经开始进入到 中风跟北枪 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东西 就建立这样的问题 你是不是变成这样的问题 对耶 中国会跟你说 我们要用这样的方法 才主力对抗 中国立国主义 我们花了六十年时间 终于找到一个强有力的 强有力的 跟力量可以逐一对抗 我们有力和主义的形成造成 解决的问题 我们对我现场比较快的 包括它的美人霸权 全世界的国家都是 因为我手上有美金 所以说我可以发行货币 所以如果说美金垮掉的话 这个国家就垮掉了 包括对于美人霸权 的维护这件事情 包括了 其实美国书吴就提到 全世界一半的军备 那是美国的美国的任务 它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军事纳定 然后呢 美国因为全世界必须要 维持美国体系的稳定 所以不断地借贴 借来钱全都拿去发展核权 比较活动的话 就是在全世界的军事纳定 去发展这样的东西 那搞到这样子的话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挑战美国 然后出动过之后 共产社会又挖起了 我现在中古里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可能性 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所谓的 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 有足以对抗美国 这个如果讲 其实就影响 更加安全的 不管黑猫感人 混责人 就不会再跑回来的 不管是什么主力 能够对抗美国帝国主义 都是好主力啊 然后就面临这种东西 那么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 立刻的去说这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去如何看待 第一个 你如果说要以美国帝国主义 跟美国坚弥霸权 做我们对抗对象的时候 怎么去重新这种 评价军国的发展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 离开掉一些太多情绪性的东西 从而去思索这个问题 我们才有办法去思考到 在今天的国际社会 会有人所要抓的位置 这件事情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提出 什么太多的答案 至于在政治上 我稍微的解释一下 我刚刚只是在解释 隔壁国的主张 就是不正式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本身不认为 我是一个不正式主义者的东西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 那不过稍微补充一点的就是 隔壁国这样的主张 当然在华尔街边动 透过一定的机体次序形成出来 那不胜无主义 不是无主持主义 不胜无主义 其实是非常在意主持的 就是一群人在一起 他始终要解决一群人的问题 都是解决个谱的问题 今天我如果说 能够找到一个可能性 去找到个谱 比如说其实我觉得 听吕花生老师讲的都会觉得很精彩 但是问题是 吕花生老师也有他位置 比如说他非常趋近 你把这个音法 听了以后 我自己也是念法律系的 他就觉得说 我怎么样 你没办法搭上台 到法律系上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趋近 那样子的位置的时候 还是你要在一个子三心直的时候 来思考这个位置 那所以说 吴圣吴主义 是提出了一个思考的方式 那这个思考的方式 可以去适用在任何的基地里面 当然 拉拉局大师也有提醒到 越大的问题 其实在实践上面是越困难的 可是问题是说 我们如何透过集体的方式 去实现人主这件事情 绝对跟我们要如何 健康的人主这种事的形式 是非常相关的 所以这件事情不可以放弃它 这是我一部分的问题 好 呃 还有问题 不可能我们接两个问题 然后等下再让老师做回答结论 嗯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看了老师 说我做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我只想要看 去求你先做对话 对吧 谢谢 其实我刚刚可能听到 比如说像是 我先用来运动的那个 不反自由主义 不反自由贸易 或者是那个浮帽的一个面向 做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所谓的 在某一个少数决策之下 所成立出来的一个产物体 其实说愿意去跟主流媒体 所做的一些呈现 不管是说那些布条 又不愿意去放检 其实我也知道说 大概在第一天第二天 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 就是反主帽的布条 其实就出现了 但其实或计是说 那自己是做的 因为有些人是说 产物体这些布条 其实是出现了 但到最后 又一部产生群都被拿下来 这样子 那另外其实就会变得是说 大概其实有很多的团体 那不管说是农政 黑岛青或者是其实 到后来其实 也没什么什么 这些水族观点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在 并且放区 大家其实也是偏了很多 不管是对于自由貿易 或者是跟相当代主席 这个主力层次的一些讨论 甚至是像是苦遥往 其实也是做的 透过报道 然后透过评设方式 也带走很多很多 这方面的一些讨论 所以那变成说 可是我其实这些团体 那这些声音 或者这些媒体的一些报导 呈现在这些 这些事情其实也会是属于 所有三星大运动的 一环一个笨子 但如果说这样 就是扩大观察的话 会变成说好像 三一拜遗留下来 你就不会仅仅是那些 所谓透过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小组 或者那样所谓的 那样子的一个少数 绝对的所 变地所呈现 所读断出来的那一些东西 可能其实是有一些 更更多 更大的一些思考的可能在 不适合 我们的六号 谢谢 好 谢谢 很好 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 李包生老师 对应刚刚那个神父鲁的 那个 你都拿下那种兴趣 那你刚刚讲到那个神父鲁就是 我比较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那个神父鲁到底是要什么产生 就是我 比如说像李包生老师 可能就很厉害跟你讲 就是那个神父鲁这样子 可是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比如说 我们在场面 一般人 我们要怎样可以去举手说 其实我也是那个神父鲁的 像我可能就没有那个刺心 就是说 我也是像李包生老师那样的神父鲁 那我想说 那这样子的话 那种产生的那个程序 或者是 它是否有一个标准在 然后可以去认定就是说 可能就是那个神父鲁的 就是 就 那个 就有点就是 如果不知道 我们不说是什么 就是不知道什么认定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想象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那个 刚刚讲当时的 选博十一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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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语啊 就是 基本上也其实也是 也是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像 你刚刚讲到半蛇子树 他爸爸 他拿了一个螺丝钉 那个螺丝钉是谁选的 那个螺丝钉是 半蛇子树他爸爸选的 但是他也是选一个 很漂亮的螺丝钉 所以 所以说他才有办法去睡 就是 人家去马克拉的场地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还是回到 就是所谓的 是不是 到最后 也就是说 想要找出一个神父 或者说 想要认定出一个神父 还是需要一个程序 或者是需要一个标准这样 对 那 也有可能要比到时候 就变成一个虚假 就像那个 什么百货公司的那个 百货公司 就是那个美食街啊 他们摆出来的那些假的食品 通通都是神父 你可以称赞 那就是一个神父给人家一个参考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 就他可能就变成一个虚假 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那是不是就会尝试 对真实之间 产生能够的差弃 好 这 第一个问题还是有关于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 关于能否把外面的支持者 比如说50万人 或者是媒体支援过的参与者 都算是参与八十五学里面的一环 那这样的话可能群士会比较固定 那我们再请两位做最后的 我们在总结之前呢 也请你们跟我们谈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上街头 这件事情 因为我还是很担心说 我们为什么要上街头 把人偏到这里来 但是 就是 还有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到底要上街头 这件事情 那两位 先请 我想站起来 我们都这样做的 都真的看到片花板 看不到大家 那个 刚刚那个问题 问先生 对三一八学院的判断 基本上 因为 有些人对三一八学院 基本上是否定的 但是我对三一八学院 基本上是否定的 虽然说 我觉得 有很多的意见 在这里 看到的 有点 那 我个人对三一八学院 基本上是否定的 那 从他的初八 我觉得从这个撞击 来到 看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当我们在砍到 中国阿权 或什么 我们其实意识到 一件事情 我第一次在台湾 听到 这么多人开始在讲 经济的问题 跟政治的问题 是分不开的 对啊 我 当我们在砍到 过去台湾 在整个国际现实 在美国的主导 发展出这样子 就是主力体系 所以我们讲了 多少经济跟政治 是分不开的 没有理由 突然间这么多人出来 五十万人出来 说 政治跟经济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了不起 当然 他是有对象 其他 可是呢 我觉得用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去把政府 把这些东西填进去 所以说 三一八字 我们也很努力的 在写一些东西 在谈一些东西 我没有 比如说三一八 光是四月五月 接下来 那两三个月 光是谈语报 我个人接到的 演讲 就超过二十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难得的 整个问题 所以说 我认为 三一八在行动上面 当然有很多东西的思考 我刚刚提出来的东西 也是 有很多关于民主的想像 关于我们对于政治 经济的批判的想像 其实是 并没有进入到 我们过去所有 包括说 都没有进入到 一直进入到 今天的 不管是政治运动 还是社会动的 概念 但是呢 三一八许定有点 逼使大家 必须要去 订阅这样的问题 逼使大家 必须要变成 比如说刚刚 有问题 看待所有的问题 逼使我们 必须要重复去 看待这些东西 我觉得它里面是有内涵的 我也不会 这么简单的 用一个反作运动 去定性 所以整个三面 因为三一八 政府非常非常复杂 你们也可以看到 那我觉得 在正中间 要去掌索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刚 这个看法 然后 再来 还有叶老师 刚刚其实就要回答 为什么上街 因为这本书叫做你 这本书叫做 为什么上街头 那他在解释的是 美国华尔街的运动 为什么会上街头 上街头 那我觉得 一定的程度上 我刚刚回答这个问题 我再回应刚刚的东西 那是说 为什么上街头 这个痴情是 我们得要去面对 我们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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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百分之九十九的 我们需要出来去思考的问题 那我们不透过这样子的形状 当然 我认为 因为你帮圣老师 刚刚提出来 体制内容之外 因为问题是值得 是有趣的 可是 问题是说 现在我们走出来 在街头上 还未必 到底是体制内容之外 这样的问题 未必是这样的问题 而是 我们需要 让体制 感觉到 这样的一个力量出现 就是 我们开始思考 我们开始想 这个问题 不是容易 去帮我们思考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还蛮重要的 但是 让他知道之外 我觉得 我们自己也需要 去拉回来思考 而不只是 让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单纯的 一个情绪性的东西 来去主导 来去主导 我们所有的行动 我觉得这个问题 很难受 对不对 我们 Tip 15 他们cop 15 中国欸 所以呢 浴霾 og 帮我们 您就去感察 幻灰哪ив 去说 我们酷 不痴 我们有一个 工工的特性 对于 很不受欢的 但是我们对这个 还很爽的东西 我不知道 真的是 就是無可奈何的時候 出來奪法奮力 這個是一個共同想法 所以我們318過來也有人幹嘛 說要出黨嗎 要幹嘛的 我有講過嗎 但是也有人講說什麼意思 講說我們要出來選一場 那我覺得說這裡面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首先318是一個米克斯 這個米克斯它就包括是水一 他媽媽是水一 他不是水一 他不是外國是水一 你根本搞不清楚可以把他 你如果可以把一個米克斯抓過來 可以把他的族譜 全部列出來 我扶著你給他 318本來就是一個什麼 米克斯 這個米克斯就是來個子球球 那最近我在網路上面被人家攻擊的那一位網站 我說 很多人不是689 689一定不是攻打 689是什麼 保守 我知道這個狀況在哪裡找不到 我生活在裡面很多人會有很多的苦悶 所以說689變成多少人的酒汗 那個最後面的酒吧是已經放棄資料無散 到其他的689它會感到苦悶 那感到苦悶的時候它有兩種力量的方向 第一個發想什麼東西 所以我在網路上面講怎麼樣 它就開始幹嘛 因為來 430 有沒有 然後手裂 你亂看 並不只是說什麼 拿個水滴在那邊洗澡這樣子的 CM而已 不是這樣子 真的就是手裂 那這個幾乎更小的人來展現出 自己還是有魔組成的痛之力 我算是99我會很痛苦我會很苦悶 但是我至少我還有可以被適配的 那你在這個地方 你認為說我在直輩裡面尋求自我的話 這種人就幹嘛 就會溫存於百分之一的底色 但是如果說 有一些人 其實609裡面也有這種人 可以嗎 你如果真的叫60 6689跟609 你要講句講話 609裡面搞話有三分之二 你是這種人 可以嗎 所以我說的六八九可以不是我們台灣的六八九 可以嗎 好 結果 網友看不懂 他那一罵我 犯真實話 這樣 真的是就 我真的不要講句資料他 我真的不要講資料他可以嗎 牙齒奎明 那還是可以吃什麼東西 為人乾燥 這個不知道 當99%裡面的人 有些人想說一個億元出來 出來之前七千五十萬 真的五十萬是什麼東西 我開始思考 我並不是保生 保守主義的 我不會去認同現在的同志 雖然我不能達到你 不過讓你感到很舒服 你難不感到不舒服 我只好讓你感到不舒服 我讓你坐立 奶奶晚上睡著覺 我覺得說 三一八的 學運能量 其實不只是學運 是大體上的學生 對吧 所以彰顯出來是台灣在這個地方的那種反抗 好 那回到剛才的問題 就回到這個問題 我們在三一八裡面學會展開 學會資訊是思考 對不對 那麼 為什麼 這個思考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我想要講的 我說 你不要去說什麼東西 想要給你這個反抗什麼 你也不要去想 做六八千的反抗就行 對吧 你只要在兩個中間 你可以找到一個 另外一個生存的空間 這個生存的空間 並不是講說 我是一個國民 我要對這個國家的前途負責任 沒有那麼偉大 對吧 一個台大人 有沒有 要為台大的消遜負責 沒有那麼偉大 對吧 為台大消遜負責是誰在那個地方的 對不對 大家去那邊晚上去做 寇慶寺的那個 那個花園的那個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是沒說到 要為台大負責任 有沒有 想二十一生是史密斯 為什麼我是二十二生 不是二十三生 這種神話性的人物 我作為一個 佔領的這個位置 我為什麼說不是 我是台大的教授 因為我比幾個反抗之力 對吧 那我講話 某種程度上 至少可以撼動的量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不敢講 地方政府 我至少說可以水浪去做 那在我的音響範圍之內 我做三分 這個為什麼可以做三分 是我來決定 如果我可以做三分 的話 其他人幹嘛 就可以靠屁股就靠屁股 就靠屁股就靠屁股 這個三分是自己決定的 但是這個決定的效 決定以後它的效率 是根據你在現實的社會裡面 能付出多少 你有沒有直直哭哭的往上面爬 說實在嗎 我爬到我現在那個位置 我腳下踩了多少屍體 你知道嗎 有多少人想要我這個位置 但是起不進來 就跑到別人那邊去 罵我罵到現在 為什麼 因為當年我進台大的時候 我找了兩個大法官 替我寫推薦系 那兩個大法官 一個叫做小蜜蜂 另外一個姓楊的 楊老師的 十重的可以嗎 其實這兩個呢 效率並不是很 但學校裡面的影響力不大 但是我找不到人 最接受到從那邊去 結果呢 被我擠下去那個人 懷恨到心上 現在還在講 李茂神是靠群蜂 要親親的太陽 結果那個人來講 他就被我踩在腳下 我走體制路線 爬到一定的地位以後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 撐出一個環間 在這一邊空間裡面 在我的勢力反悔之內 我當賞魂 我的施壓由我自己來決定 那這個空間打開了以後 誰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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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去參加律師集的時候 竟然沒有學生 跑過來跟我講 老師不來朝聖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為什麼 你應該是 才將在一千萬人裡面 有五百個人 過來跟我講 老師 老師 你比黃旭天還要更不大 我講說 我會覺得很舒服 聽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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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意是吧 當你沒有辦法 整起這個空間 你還是一個人 你還是在夾縫裡面 生存的 你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班級裡面 或是在你的什麼 那個 日本話叫Circle Sak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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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跟這幾 等等 社團生活裡面 你能不能 撐出一片空間 出來說 我低 我是Sakuru 可以 這是 偏低開發的意思 偏低開發 並不是指著說 我們政府 不斷的給我們議題 我們在全台灣各處 不斷的聚集 五十萬人 在偏低開發 不是這個意思 可以嗎 雖然我們政府 有這個能力 要有這個能力 就知道這種現象 我說的偏低開發 是它 不管生活的層面在哪裡 你可以撐起來 那個空間裡面 你把你自己 依依這個散步 把你自己本身 所想的東西 可以跟你想到其他 那我站在我台大教授的議員 我想培養出好法官 好檢察官 好的歷史 二十年來 我有沒有失敗 當然有失敗 可以嗎 好 那我教出來學生 想最高位置的自由 到高正法院 還進不了最高法院 那他們進最高法院 可以決定 法律制度 怎樣做的時候 有沒有 我也死 那他們會不會按照 我生前所教的東西 去存起他的空間 做散步 我不敢保證 所以我保證 死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我所教過的學生 在全台灣的各種 有沒有 我存起他的空間 動作別人的善良 我可以跟你保證這件事情 因為我就是想教學生 好 給他 好 好 我非常非常謝謝 今天各位參與 因為時間的關係 真的已經到了 那 非常謝謝 李老師跟我們講 桑普魯的 怎麼樣子做 然後希望來參加 政府的人 以後也都是 社會上的桑普魯 好 那 等一下還有一點點時間 如果要包圍李老師 要簽名 要什麼的 要看這個巨大的桑普魯 都還歡迎你幫我來看 好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